这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杨宝贝事件 上个月她因企图跳楼自杀风波 警方证实副检察司已将案件列为没有进一步行动 沙登代警区主任罗斯里警监在今天授寻时透露 警方在取得院方针对杨宝贝的精神检验报告后 完成在刑事法典第309企图自杀条文下的案件调查报告 并上成总检察署 此外针对杨宝贝涉及诈骗案仪式 警方强调案件仍在调查中 目前还未证实接获的投报综数 接下来给喜欢看影集的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Disney Plus早前已确认登陆多个地区 迪士尼宣布将会在6月1日起 在马来西亚推出Disney Plus Hotstar 大马观众日后就可同步收看迪士尼最新电影 皮克斯动画原创影集漫威英雄系列等等 Disney Plus Hotstar是迪士尼推出的线上串流媒体视频点播平台 为用户提供好莱坞卖座大片 以及原有的迪士尼漫威等等的系列影集 这个平台将会有超过800部电影 以及18000集系列影集无间断放送 另外作为对于本地电影业的支持 Disney Plus Hotstar也为大马观众增添本地电影选项 现在订阅Disney Plus Hotstar三个月的服务 费用只需要50日令吉90千 而Astro也是该平台马来西亚官方的经销商 Astro用户能够在Disney Plus Hotstar应用程序收看相关的精彩内容 对的那喜欢看影集的观众朋友们要记得把日期记下来咯 6月1日起就能开始订阅Disney Plus Hotstar的视频点播平台